我那邊有做一個華人斧 我昨天在... 這邊也有大便 這邊也有 家老師幫忙來收好 好 來,在外面 幫幫忙啦 好 好,OK 謝謝官員 好,快 那個華人斧在那個裝置旁邊的架子上面嗎 可以有光去看一下 我現在做呢,有六小繩子 所以它可以省力 省力六分之五 就是它只有你給一圈 六分之一的力就可以拉起來 好,應該這樣 那個... 那個水是兩公斤嘛 水是兩公斤 所以它應該是六分之一的話 就是三百克 就大概十分力三百克就可以了 有那麼嚴重嗎 好 有空可以去試一下 但是呢 其實我在... 我的IG裡面有提到 欸,在幹嘛啊 我們在講話就是知道招音 只是看到... 看到... 看到到時候喜歡吃的東西 那那個... 在這個設計上還是有點小小的問題 那... 誰能夠指出這個問題呢 下一大點 好 今天我們進入到今天的這個課程 我們講天氣 天氣 天氣 然後記得齁 今天要交作業 今天要交作業 齁 讓我改一改 讓我看看打起來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 你作業都沒有交過 我不知道你現在到底怎麼樣 哪泥 不要哪泥 我講過很多次要交作業 要交作業 要交作業 記得要交作業 然後我應該會在第... 好 魚的形成 為什麼魚不會形成 暫時有人解釋過 暫時有人解釋過 對 再解釋一遍 然後我現在 這邊有一網路來 對 有一個空性 沒有轉性 他慢慢在幾個都空中了 然後 空性 又上他 然後那時候 他的 油脂的原因 讓他 變得 那個轉性 然後 他的 那個 飽和 飽和度就 降低 所以飽和度就降低 他飽和量 就降低 然後 另一個 經過 他上面那一點比較冷 他會 他會 連結成水 變成水 這樣 來 我們同意 我同意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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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把他講的整理出來 空氣飄上去 後來他慢慢散開 散開之後呢 他的飽和度就降低 然後 另外 一方面他比較冷 所以他就凝結成水分 沒有 那 那 又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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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從 這個 其實我們要 我們要交識別人 你們大部分 這邊有上哲學 趕緊舉個手 你看 其實一大半都上個哲學 我們要從 他的說法 去找到問題 來,為什麼上開會,我要解釋一下 為什麼上開寶和就會這樣子 為什麼上開寶和就會這樣子 不是寶和數,是可以接種這個樣子 寶和量的啊 對,我講寶和量 但是你覺得亮亮明珠好嗎 欸,就是寶和的芬母 寶和的芬母會變小 那他也就搞笑了 寶和的芬母 他變少就是蠟油 等一下,關於講的也很怪 你要不要再說說一下 飽和度降低 飽和度降低,剛剛有人說這是芬母 什麼東西是芬母啊 就是 假設水氣是分子 空氣量就是分母 水氣是分子 空氣是分母 對啊 那空氣裡面能夠容納的 水氣量 他能夠容納多少水氣量 他能夠容納多少水氣量 就代表 就是還不會到過飽和 他能夠容納的 就是他最大的飽和度 就是他的極限 然後在那個極限裡 他假如散開的話 因為他像水 假如一杯水裡面放 可能100克的鹽巴 他可以剛好飽和 那假如你把水抽掉一部分的話 他就會過飽 你水在抽掉的時候 水鹽巴不是跟著你抽掉嗎 對啊 這做冰的新的實驗 我們這次的水比上一次少了20公升 請問同樣的空氣裡面 怎麼做到就只有把空氣抽掉 欸 對啊,他不是只把空氣抽掉 是分散開的時候 他那個水氣也被均勻分布 然後 那這樣為什麼就要 少個地上去 因為空氣變少了 他的那種比較少 空氣就沒有變少嗎 不是,他只是這一團空氣被稀釋了 他被誰稀釋 就是他分散了啦 那淡的時候水不是跟著淡了嗎 水氣沒有啊 沒有 沒有啦 這一團 這一團空氣 同學你們知道他在講什麼嗎 有人聽懂他講什麼嗎 我覺得比較好 你聽懂他講什麼 跟他講的對不對是兩件事情 首先我要先理解他講什麼 我們先理解他講什麼之後 我們再去分析他講的到底對不對 他說這一團空氣分散之後 飽和度會降低 所以水會跑出來 對吧 你是不是個意思 我現在整理是不是個意思 所以我現在問你啊 空氣分散的時候 為什麼飽和度會降低 他說因為空氣跑掉了 現在空氣跑去哪裡 水有跟著跑到邊啊 空氣跑去旁邊啊 水有沒有跟著跑去旁邊 對啊 為什麼這一團空氣的水 水跟著跑去旁邊啊 水跟著... 啊為什麼他會保護度降低 啊因為他的... 他的空氣變小啊 就是... 他原來有那麼大 很冷 很小團 然後水分還去原本啊 水分才跑掉啊 你以前講說水分也跑掉 又說水分跟著他跑過來 就是他們的... 呃... 你分身之處的概念啦 為什麼只有空氣會跑掉 水氣會跑掉 嗯... 欸... 欸... 我記得你上次好像不是這樣講的 對 他上次不是這樣講的 他自己講的 上次是這樣講的好不好 不是 來...那個... 這個東西就是邏輯 我們在講思辨的時候 事實上邏輯非常重要 對... 我覺得指頭非常好 就是你很清楚抓到他 到底... 哪邊講的 你要先理解別人講 你看我們在辯論的時候 要用兩身子辯論 你要先理解對方講什麼 讓他挑出到裡面的 矛盾的地方 要挑出到矛盾的地方 他說空氣散開 所以矛盾度降低 這邊... 我就覺得矛盾 好了 那我再把因素探查進來 這三個因素一起想 這三個因素一起想 就比較容易想通了 來 再想想看 有沒有誰可以解釋一下 這三個因素一起來思考 好嗎 你就會敲到空溝 他說水很高溝 平均空氣在大氣溝 什麼意思 散開很冷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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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剛剛我們講說 風氣飄上去之後呢 他就散開了 然後某位同學說 因為他散開之後 跑的度降低 所以水就跑出來了 而且上面比較冷 所以水更會跑出來 但是我們現在在講說 吹能散開就會保護度降低 這件事情我們已經推翻他的理論了 沒有 他跟散開都沒有關係 散開沒有關係 所以他跟水沒有關係 因為空中的氣壓比較小 然後溫度比較低 所以那個空間的... 水... 的... 保濕度就會... 誒... 他的... 相對水... 誒... 露點溫度... 會比較低 好... 關鍵有什麼問題 對關鍵有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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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習慣用...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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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的名詞來解釋事情的時候就出現 所以... 我們要再解釋 好... 關鍵有什麼問題 可是... 只要在那個... 一定的水量到達那個... 溫度的時候 就是那個大氣能夠容納的水量 到達那個... 溫度就會衝 就會變成水 就會沒有辦法是... 水冷氣 誒... 有聽懂嗎 知道了 你聽懂 什麼意思 嗯...就是... 從...從來說就是... 超飽和度到了最大的 之後要變成水 OK 所以從露點溫度的概念來講的話 我們這個空氣 可以容納水氣 我們要把這個溫度降低 的方式是把空氣整個溫度提高 還是溫度降低 降低 降低喔 這可以介紹到 溫度降得越低 它的飽和度越低 所以水就跑出來 就溫度就不進去 溫度就不進去 溫度就跑出來 所以你要知道溫度很簡單 這裡面到底有多少空氣 很簡單 這空氣裡面到底有多少水 有一個方法很簡單 所以就是把我們溫度降低 降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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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到它結入了 我們就說 這個是剛剛的肚頂溫度 懂嗎 就降低到它 那所以 假設在空氣中 含的水量多一點 這邊空氣中含的水量少一點 我降低的時候 誰會先結入 水比較多的 水比較多會結入喔 肚點 所以肚點度高的 表示它裡面含水量多還少 多喔 這樣有概念喔 所以肚點溫度 溫度跟濕度是有關係的喔 肚點溫度的概念 肚點溫度的概念 其實是濕度的概念喔 只是我們現在 我們上次沒有講到這個啦 但是我們不然也喜歡有新的名詞 因為我騙你們大家不懂了 對不對 我們再把它解釋一下 好不然再解釋一下 用肚點溫度解釋什麼東西 解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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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因為 一團水 含水的空氣 飄到空中 因為空氣氣壓比較低 然後氣溫也比較低 所以它的 露點溫度就會 對 對 所以那個氣 那個氣團 單位空間內的氣團的 水的飽和度就會比較低 為什麼水的飽和度比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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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物點溫度 溫度點溫度怎麼樣 比較高 為什麼物點溫度比較高 什麼東西下降 溫度下降 然後呢 然後 它有飽和度也下降 飽和度也下降 這樣它就 物點溫度就更低 好 物點溫度就很容易 只要它的溫度低到 它當下的物點溫度 水的潔度了 好 這樣解釋 充滿 等一下 我們再把它撿出去 第一個 散開 大家有沒有爭議啊 為什麼會散開 其實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 然後那個剛剛 官員講到一個東西 所以我 空氣飄在空中的時候 空氣飄在空中的時候 剛剛官員講到兩個因素 因為 上面的壓力低 因為上面的溫度低 所以它的 嘚嘚嘚嘚嘚嘚 主要這兩個 溫度低 什麼溫度低 溫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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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講 盡量我們在解釋的時候 那個 因為我要拿手機 你在查資料嗎 對啊 查什麼資料 我要查這個 為什麼會變成這個 課本他會告訴你 先不要 先不要拿手機 課本上都有 而且 你知道我們現在討論的時候 聽我講 我們現在討論 其實最好 你就是進入這個討論 除非說你這個 很基本的名字不懂 很基本的名字不懂 你不會解釋 像剛剛錄音 如果我知道大家不懂 可以解釋一下 就是出現物質的溫度 蛤 是一個水 對 出現物質的溫度 沒有錯 在你節度的溫度 然後你最好的方式就是聽 不要急著去翻資料 不要急著寫作業 不要急著去看你的手機或電腦 這樣子最好 最容易學習 仔細參與討論 好 所以我剛剛講 不然講到兩個條例 我再把它整理一下 兩個條例 第一個是壓力變低 第二個是溫度變低 希望這兩個因素 有沒有影響到我們後面這些事情 溫度跟壓力有 對 都有嗎 都有嗎 哦 我認為有 都有 那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怎麼樣的有 我們思考一下 所以它是會散開水溫度降低 對 散開水溫度降低 對 散開水溫度降低 為什麼散開水溫度降低 我們還要解釋 我們還說以前做過的實驗 因為靠在你會變熱 靠在你會變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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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拿個噴霧罐 噴霧罐 噴霧 然後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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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不然就變冷 看你噴的是什麼東西 不管噴什麼東西 不管噴什麼東西 不管噴什麼 你看噴霧罐 加以瓦斯罐 瓦斯罐 它不是放出來的 你知道嗎 瓦斯罐不是要很冷 瓦斯罐沒有用正前規 你拿那個髮膠 如果你不願意的話 讓那個 不用剪 一分鐘之後 你看那個罐怎麼不變了 曾經有一次我們去登山 然後你一個同學被逆風叮到 定告叫冰敷嘛 就是在山上沒有冰 你想要去下來是不是 我以前的學校 那教練怎麼做你知道嗎 尾通教練怎麼做 尾通教練怎麼做 尾通 沒有尾通 他就拿那個瓦斯罐 直接對著撕毛巾 忍受毛巾 毛巾又變冰了 這樣 所以你用感覺 我們像那個罐子 那個 那樣子 不變一下炸 而到旁邊沒有 那至少水會冰了 那不能水會冰了 那不能水會冰了 冰了 那個 你在對空氣泡打氣的時候 記不記得 打完吸收空氣泡 變熱還變冷 變熱喔 你瞬間砰 打出去的時候 空氣泡變冷還變熱 變冷喔 所以會有煙冒出來 對 還有煙冒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是 東西 氣體有一次氣體很明顯 它散開的時候 它吸收熱量 它散開的時候 膨脹的時候 都要吸收熱量 所以吸收熱量 這整個環境就會變冷 所以空氣也是一樣 空氣往上飄 上面的壓力低對不對 壓力低它就會膨脹 膨脹的時候 它就帶著熱量 你看到水 我如果水到地上 水從固體來從液體變成氣體 那體積有沒有增加 體積有沒有增加 所以從液體變成氣體 它蒸發的過程 體積增加 體積增加 是膨脹 會不會變冷 不會 當然不會啊 這環境會變冷啊 它帶著熱量 不然會幹嘛啥睡 因為它會吸熱 它會吸熱 屋子轉化會吸熱 像變化會吸熱 尤其是從液態變氣態 它吸收很多 剛褲態變氣態會吸收很多 所以我們在下雨天的時候呢 什麼時候覺得兩種 當那個水開始蒸發的時候 會覺得兩種 然後水蒸發的時候覺得兩種 那什麼時候覺得悶 快下雨的時候 快下雨的時候 因為空氣都很濕 都很濕 我身上的毛細口 上的汗也沒辦法乾 不會乾 為什麼不會乾 因為排不出汗 不是排不出汗 我排出汗了 但汗黏在身上不會乾 因為水 因為不會蒸發 空氣已經飽了 我的汗不會乾 不會乾 我就不會蒸發 不會蒸發就不會帶著熱 所以我會一直覺得很熱 悶得很熱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越容易中暑 越容易中暑 因為你的汗 沒有辦法帶著熱 所以你會覺得不舒服 好 那可以 所以先散開 然後變冷 然後接下來是飽的 就這樣踢 然後水就跑出來 這樣進去嗎 這雲的行程 OK 所以不用查書了 文章講完了 我是查網路的 不用查網路了 好不好 浪費時間 網路查出來 兩篇文章 你要看半邊 人家講對不對 那根據你現在的 現在 我跟你講 很多時候是這樣子 我們看了一篇文章 譬如 我現在其實做一個小小訓練 什麼 我們招中講完話之後 大家可以去分析一下 他講的對不對 他講的本來幾句話而已 我們就要 就不能分析得出來 那如果更何況是 今天課本上 或者是 你去網路查一篇文章 長行文章 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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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 有時候 然後就是要補他 有時候講得多一點吧 表示有學問啊 我寫部落格會這樣 寫差一點 有學問嘛 對 對 很好 所以呢 你要習慣 別人講的話 就幫你跟我講話 見識對的 你要去想辦法去突破我 挑戰 對不對 接下來你看官員講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去突破他 他到底講哪些東西 他自己不知道在做 對不對 就挑戰他 這要思辨嘛 每天就講思辨思辨 怎麼樣 這最簡單的東西是思辨 因為自然科學的思辨 因為自然科學通常都會有 比較有正確的 比較有 有一個 一套邏輯在那邊 他不容易說 因為我說了算 這是我解釋的 所以他就是真理 可是你知道 我們有時候在講說 譬如說事情這件事情 始行 同意始行也有他的道理 不同意始行也有他的道理 兩面其實可能都是對的 所以讓我們辯論下 有時候會比較沒有說 我們很難說 就說只是我對你 沒錯 可是自然科學通常 比較容易說 你這樣講一下 有沒有道理 我們可以去分辨 可以去分辨 所以同生病訓練是比較容易的 來 繼續 繼續 所以雲的行程知道了嗎 雲開始 雲行程 那請問雲怎麼掉下來 就是 你的道理 他的密度已經比空氣還高了 是否還中了 密度比空氣還高了 所以 就是那個水淋直 水淋直 因為水 也變小水滴 然後那基金 然後是銀直 的話 重量就這樣掉下來 可是當變小水滴的時候 那小水滴的密度 沒有比空氣重 那小水滴的密度 沒有比空氣密度高嗎 那小水滴的密度 有啊 那為什麼它不掉下來 你看現在看到的雲喔 空中的雲 因為氣流滑往上抬 喔 去流往上抬 事實上簡單來講 不見的是氣流往上抬 你知道什麼是PM2.5嗎 PM2.5嗎 記得嗎 PM2.5 我講過 PM2.5 所以大家就知道 我講到PM2.5 知道我要講什麼嗎 小小的 小小的怎麼樣 全浮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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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咧 會飄在空中 它會掉下來 掉不下來 掉不下來 它為什麼掉不下來 太輕 太輕 太小了 小的時候掉不下來 為什麼小的時候掉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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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被誰躺下去喔 被空氣 被空氣噴子躺下去 你知道我們現在看到的東西 我們現在看到 有沒有看到空氣 有啊 有看到空氣 你有看到空氣跑來跑去 沒有 沒有 我也沒有辦法 但是空氣事實上 它是空氣跑來跑去 有個方法 你如果在那個 欸 我們這邊可以做小小時間 來 不要拿一下 看一下 這邊是 你如果在陽光是下面 你仔細看一下 那個灰塵 會不規則 跑來跑去 有看過嗎 有 我有看過嗎 通路的影 對喔 這樣子嗎 是 但看到 沒有這個光線 沒有光線 把自己的手光打合了 好 這樣比較投影 對 我們各位看一下 我們那個 冒聲音小小示範一下 好 再調調 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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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吃 這還看到的 對對對 再調 對 很快喔 好 仔細看一下水珠 這個水珠 算是大顆的 所以它會掉下來 我們 好 我們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跑來跑去的水珠 你看這就有 它水珠越來越小的時候 它就不會掉下來 它就會掉下來 它就會掉下來 大顆的水珠 會往下掉 小顆的水珠呢 它就會撞在中間 它不會往下掉 有看到嗎 有 你看它開始說 因為水珠風裡飄 它就不會往下掉 好 謝謝 哈哈哈哈 所以當我們的水分子 或者冰的分子 冰晶啊 是要它凝結的時候 它不變得會凝結成水 它有些會凝結成冰 它直接凝結成冰 那個小小的冰晶呢 它數目或許都小於PM2.5 PM2.5 就是pallical size pallical size的意思 非常非常非常小 非常非常小的時候呢 空氣分子撞來撞去的情況之下 它冰就飄不下來 掉不下來 不是啊 可是我覺得說 它那個冰晶或是它很小的分子 它下面的分子或是圓子 在撞它 導致它沒有辦法 對 可是它上面也有一些分子 在撞 然後往下撞 所以它是平衡 所以它是平衡的 對 可是說 下面把它往上撞了分子的力量 跟從下面把它往下 跟把它往下撞了分子的力量 因為它是差不多的寶 對啊 可是它有它自己的重量嗎 再加上它自己的重量 它很小 其實 基本上它們小顆粒 它的重量 就 它的 顆粒大小 就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 氣體分子一樣的效果 所以你讓它掉下來 基本上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可能p2.5 p2.5可以從大澳園的地方 不是 那是城堡 城堡可以從大澳園的地方 就是像以前講pm10 pm10一定可以從戈壁沙漠 從那個北京那邊 在台灣幾千公里 不會掉下來 這好白喔 對 那b2.5更是 b2.5如果這樣行程之後 基本上你可能可以等著 等著很久或不知道多久 很久 它就在公里之後它就不會掉下來 下雨都會掉下來 下雨的時候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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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把它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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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明顯 所以說 有時候講p2.5的時候 最好趕快來搶大雷雲喔 空氣就變跑雷 可能就來 以為啥 A.S.O.1 你是你說 我們要吸塵Campus PM2.5 哪來那麼大 吸塵器可以啦 吸塵器可以啦 譬如說現在 譬如說現在 現在一個叫PM2.5 不是 叫做M95的口罩嗎 M95的口罩 有聽過嗎 那個SARS的 對 那個SARS的M95的口罩 它說明就可以稍微綁一點這個東西 就是 因為它的那個孔徑很小 空氣要 那個粉 那要經過的就很不難 它有機會 有機會可以幫PM2.5 你剛剛說什麼 所以說那些病毒 他們可能就只有 跟那些 分子大手 跟那些 等那些病毒 差不多了 對 病毒很小 實際上 我只是說 既PM2.5真的很小 它可能病毒還小 這個看什麼樣的病毒 好 所以什麼時候會下雨 溫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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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度降低又下雨 它那個 那路頂溫度 它就 路頂溫度 剛剛不是講啊 這些東西 條件只讓它變成雲嘛 嗯 這只讓它變成雲 對不對 我說什麼時候才能下雨 讓它變冷的時候 濕度有夠濕的時候 好 同學 同學 剛剛已經講 這個已經變冷了 這個條件只讓它變成雲 嗯 我現在問的問題是 怎麼讓雲降下來 水氣再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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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雲再多一點 雲再多一點 溫度更低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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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度更低一點的時候 或者是 就是它在這個時間 煮了月球的時候 那個空氣中的水 要持續的變成 凝結出來 這個凝結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個狀況 凝結的時候 它如果身邊已經有冰晶了 或是自己結晶圓 我們叫結合 凝結合 或者是 金合 有聽過嗎 就是你通常結晶的時候 假設這邊有雜質 它很容易對雜質就在雜質上結晶 好 那結晶在雜質上 可是如果空氣中 如果有冰了 或有水的話 它再結晶出來 或再凝結出來的水 會直接凝結在水上面 這時候會凝結在水上面 所以你時間夠久了 它水低會越來越大低 它用PM20變成PM10 變成PM20 變成PM20 變成PM30 越來越大顆的時候 空氣就擋住了 那就掉下來 就變成水 好 就掉下來 就下雨 下雨 這樣 再看什麼字 這下雨的過程 好 所以就開始變下雨了 然後 所以雨就這樣形成了 有問題 有 那個溫度 不然是 溫度更往下滑 溫度不見了一定要更往下滑 有時候時間久一點就可以了 那那種 那個 從上面倒水下來的魚是怎麼 什麼意思從上面倒水下來的 什麼意思從上面倒水下來的 就是說雨很大的 通常要講是雲夠厚 雲夠厚 雲夠厚呢 你水滴從上面往下掉之後 它就附著更多的水上去 喔 雨就越來越厚 雨滴就越來越大低 越來越大低 好 那雨滴越來越大低 剛才我問了一個 哪有問題 我雨滴越來越大低 還有一個情況啊 第二看雨又變成冰環 怎麼回事 冰爆 看過冰爆沒 下冰爆沒 因為太冰了 什麼時候太冰了 他就掉下來的時候 掉下來的時候太冰了 對啊 掉下來的時候他經過一層很冰的空氣 嗯 經過一層很冷的空氣 這情況之下 他又在解冰 因為空氣是讓我們講說 你覺得嗎 壓力變大嗎 壓力變大 壓力變大裡頭它會變熱 壓力變大裡頭它會變熱 但是呢 我們在結晶的時候呢 在結晶在凝結的時候 可是他有一層空氣 因為中間可能有一層比較冷 這什麼情況不確定 但是有時候可能中間會有什麼比較冷的空氣 他經過那一層的時候 他就結冰了 所以那 那飛機擋了冰爆 飛機擋了冰爆 飛機擋了冰爆 飛機應該在更高的冰爆吧 對 他在產的冰爆那層上面 飛機 不是飛機都要下來 還是什麼 那就盤旋 有可能冰爆會打到飛機 但是 如果 那些冰爆 剛好開始窩了 窩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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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塊應該沒有那麼硬 冰塊應該沒有那麼硬 但是 會不會造成影響 有可能造成影響 有可能 對 我不確定 所以我們來去問一下 開飛機的人 看不上冰爆 那通常如果 氣候有比較大的便利的時候 那個塔台通常要飛機不要下來 不只會下來 就是現在我盤旋 通常冰爆的情形不會發生說 我先下一層那個冰爆 好 要看過這種情形嗎 好 它是下一段時間 一小段時間 可能就下一下四五分鐘 二十分鐘就沒有了 蛤 冰爆 對啊 冰爆 看完要下半天 半天不可能 我們要下半天的 蛤 我經歷過的 我從小到大 經歷過大概 就是親眼看到冰爆 大概五次 沒有一次超過半小時 你說 沒有 我不是說 那次在台灣 有一次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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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捲風 龍捲風在台灣看過一次 有 可是第一次有 我就跟他剛好傷心尾巴 很貴是被捲龍去不是嗎 沒有沒有 那個是大的龍捲風 應該說我看過兩次 我第一次是有一次 我們那時候在 就在這個時候的隊友那邊 我們以前的冰爆棟那邊 那我們在河堤測試的時候 我就感到遠了 看到那個風 就是那天天氣非常好 就像大太陽 天氣非常好 然後那個河堤的遠處就突然就 嗯 就捲起來 然後就這樣走過去 我看到那個龍捲風大概走了 兩百公尺左右 就不見了 那小龍捲風 我看到高度 那高度大概是一層樓高樓 你說 他們都拆起了什麼東西 就沙子啊 河堤的沙子就被吹起來 就這樣看到龍捲風這樣吹起來 哦 那我沒有看過 大概兩百公尺這樣子走 就晴空萬里 就這樣大太陽 那河床裡面有點風 有風在吹 大概就遠遠的地方 大概五百公尺就這樣 突然間龍捲風捲起來 然後就 那龍捲風就去往前走 然後走大概兩百公尺 我第二次看到的是 我在那個台南 我去洗澡的班長那一次 我從台南要迎台那時候 台南下大雨 然後騎一騎就突然看遠方 就那個海 那個空隙就突然這樣 咻 下來 很遠的地方 就看到那個雲突然這樣 突然這樣 突然這樣下來 突然變漏斗狀 對 突然變漏斗狀 然後就看起來 停車下來拿相機拿下 拍然後讓那個漏斗狀 再過大概幾秒鐘吧 十幾秒鐘 漏斗狀就越來越回去了 就沒有了 就很短的時間 那應該是拍片啦 結果到時候手機開不到 我拍到他那個漏斗狀 我見到他的過程 結果拍到那裡 大概就拍十幾秒而已 所以我吃電話 就只有剛剛兩次 好 什麼情況之下咧 刮風 壓力不動 壓力又能不動 壓力又能不動 上次都沒講過對不對 想刮的時候就會刮 想刮的時候就刮 壓力不動會有刮風 為什麼壓力又不動 溫度無所異 溫度會影響 然後咧 還有什麼 濕度 濕度 這兩個是主要影響對不對 濕度跟溫度 改變壓力的最大力 改變壓力 改變壓力 為什麼濕度會 我覺得氣壓 濕度為什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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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那天都講過了嗎 因為水比較重 水平公斤重 你上次解釋了 你解釋度為什麼現在解釋錯 水氣的 我上次解釋錯 對 水氣 上次誰解釋 為什麼濕度高 壓力小 為什麼 因為水氣跟風氣輕 水氣 我就是把風氣擠出去 很小 因為風氣 因為他把風氣排出去 水氣的分子量多少 18 18 風氣的分子量呢 28.8 28.8 所以同樣這個體積的空氣 跟同樣這個體積的水氣來講 誰比較輕 水氣 水氣比較輕 水氣 所以當我空氣中含了更多的水氣的時候 我就會把整體的重量變輕了 變小 所以他就變壓力比較小 壓力變小 那溫度呢 溫度如果升高 壓力是變 變小 為什麼呢 因為體積膨脹 因為體積膨脹 溫度會變得不少 會膨脹 體積膨脹的話 你的體積跟質量的關係 就是我們的密度嘛 對不對 分母變大 所以密度變 小 對不對 這個是影響什麼 這是你的質量變小 對不對 對 濕度來講風氣的質量變小 所以 所以 v分之m來講的話 分子變小 所以d是怎麼樣 也變小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那密度為什麼跟壓力有關 密度為什麼跟壓力有關 密度為什麼跟壓力有關 我們學過 液體壓力沒有 氣體壓力 液體壓力沒有 很簡單 假設這是一個圓桶狀 一個圓桶狀 裡面的質量壓在這個面積上 是不是就是壓力 裡面的重量 裡面的重量壓在這個面積上的壓力 這個重量跟誰有關 體積 跟體積還有密度有關 對不對 這算是質量嘛 那這個去除上你的面積 是不是就得到壓力 那這邊等什麼 v等什麼 v等h乘上a h乘上a 再乘上d 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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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高畫質 就是高度乘上密度 高度乘上密度 所以我們的壓力 跟密度有關 我們頭頂上的這塊空氣的厚度 基本上可以當成一致的時候呢 當我頭頂上這個壓力 就是跟密度有關 好 所以呢 所以呢 早上的時候 這個是台灣 不要說台灣 這是我們宜蘭好了 這是宜蘭 這是太平洋 白天的時候呢 陽光照在太平洋上 照到太平洋 不是照到宜蘭 當然會照到宜蘭 對嘛 所以我講話就有問題 所以你剛剛講說 你也沒錯 照到太平洋的光 比較多一點 所以你要辭議一下 他有沒有照到宜蘭 有啊 大家照到宜蘭 陽光照到太平洋 照到宜蘭的時候 請問哪個目督會先升高 太平洋 太平洋 贊成太平洋 請舉手 我想要 3 2 1 贊成太平洋 請舉手 你應該也是太平洋 你應該是太平洋 我說贊成太平洋 再給太平洋想一下 贊成太平洋 贊成太平洋 請舉手 0 贊成宜蘭的請舉手 我真的太平洋 你也太平洋 太平洋兩個 所以 什麼 你說這什麼 誰都會動 陽光同時照太太平洋 在宜蘭的時候 請問哪個目督會先升高 沒有我無無無無無 請問哪個目督會先升高 誰都會先升高 誰都會先升高 這跟什麼有關係 一蘭 一蘭 一蘭會先升高 一蘭幾票 一蘭站成一蘭你舉手 一二三三票 我們還是有兩個不發言 來 龍軒說說看 他有誰先升高 浩元同時照我們 不用先升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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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市場在升 不是市場在升高 用市場在升高 你先升高 你先投票 我先投票嘛 我是主席啊 我都不知道不尊重我一下 是以為主席 來 快點 說說看 浩元 浩元像他 玩電腦啊 在怎麼出來 你說浩元在玩電腦 玩什麼電腦 他在玩電腦 陽光照到宜蘭跟太平洋 所以是照東東 來 什麼 來 照東東 什麼 誰的溫度會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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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高很重要 因為溫度身高會造成壓力變小 對吧 對不對 所以照下來之後 是太平洋的溫度高一點 還是水 還是宜蘭的溫度高一點 他是宜蘭的溫度低啊 我以為是太平洋 太平洋 太平洋 太平洋加一票 非常好 非常好 來 溫度高 來溫度高一點 3比3 只關鍵的一票 關鍵的一票 關鍵的溫度 我知道了 不喜歡舉手 都喜歡關鍵的一票 對吧 對 你只要關鍵的一票 就可以左右學技 溫度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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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快點 3 2 1 說 正確 正確 小偶這邊走沒錯啦 小老師 來 好 那個 我們讓那個 子虹先解釋一下 為什麼 因為 我認為說 當我們問完說 哪邊溫度性升高的時候 你就問我們說 空氣會好 哪邊跑 所以 最棒是我就沒有考慮地板 我就考慮 存在空氣的溫度高 就好了 好 因為太平洋先照到 所以它空氣比較高 沒有 不要同時照到 基本上沒有差很遠 那個照到時間不會差 不會差幾分鐘 那兩百多一 來好 為什麼 因為它 它地表的 筆熱比較高 它地表的筆熱比較高 地表筆熱比較高 地表筆熱比較高 所以它的溫度比較高 所以它的溫度比較高 直紅的 對 它有收到一個 對 這樣說 好來 等一下 誰要調整 來 OK 來說 你知道嗎 我從來不告訴你 我從吹到太平洋 但是我聽說過以後 太平洋的風吹到你 同學 你咕肉火不能說就讓它 對 對 你可以用米咕肉火 因為每天咕肉就不相信它存在 所以 所以 總之我改多伊蘭 你改多伊蘭 我改多伊蘭 所以伊蘭加一票 喔 可是你的理由是錯的 來 那個 冠元說 伊蘭比熱比較低 所以 在箱頭 這樣 量上 它上升的溫度會比較多 好 同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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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不到它錯口 來 比熱知道嗎 比熱知道嗎 S 不知道 來 誰可以對比熱解釋一下 我 好你說 就是說 嗯 就是說什麼 你聽聽喔 講話你 呃 就是 半個物質 收到它的美肝 收到美肝的能量的時候 它可以上升幾度 喔 好 我懂 類似這種概念 可是我今天沒有用美肝 好 說一看 比熱 現在來說 今天有我跟冠元 然後今天 冠元比熱比較高 所以它收到 就是同樣的太陽照射 它的體位會升高 剛好錯了 不是不是不是 它其實是有辦法導致你的錯誤 來 再解釋一遍 我解釋了 那個 那個 質量的相同 就是 就是說 一個物體 受到能量 或搶入的 受到相同 相同的能量 或搶入的溫度變化 就這樣子 就是比熱 好 我們講 我們現在學這樣也可以選 有時候會這樣 就希望說大家對一些定義 因為這是名詞 所以等一下定義出來 當別人定義的時候 我們要把定義稍微 想一下 想一下 想一下定義 好 因為簡單來講 那水的筆勢是1 鐵的筆勢是0.6 什麼意思 鐵比較 筆勢高 不然應該多少 鐵的筆勢 記得很低 好 那0.5 開心嗎 開心 開心嗎 好 水的筆勢1 鐵的筆勢0.5 什麼意思 就是 當他們受 一單位的 熱量的時候 水會上升低度 然後 鐵會上升亮度 那如果是0.55呢 0.55呢 0.55呢 如果鐵的筆勢0.55呢 那他就上升 0.5 0.5 0.55 我在解釋 我現在講一下筆勢的定義 一克的物質 上升一度C 所需要的能量 哦 就是筆勢 這樣清楚嗎 嗯 所以鐵 按照我剛剛的定義 鐵上升一度C 一克的鐵上升一度C 需要 多少能量 0.55 0.55 看到嗎 0.55 他的單位是卡 所以一克的水上升一度C 需要幾卡 蛤 需要幾卡 一度的水 一克的水上升一度C 需要幾卡 一卡 懂嗎 好 筆勒的意思就出來了 筆勒的定義就是這樣子 一克的某物質 上升一度C 所需要的熱量 以卡為單位 這就是筆勒 清楚嗎 清楚 夠清楚了 所以不要 啊我感受到那個意思是 就是 同樣的物質 筆勒越高 溫度越高 欸 筆勒越高 還是有筆勒 然後筆勒 然後筆勒就是那個意思 可是什麼意思 筆勒 簡單來講是這樣的 這樣聽懂了嗎 同學 上中同學 小老師 解釋一下 筆勒裡面 我們來講就是 筆勒因為肌 受到熱 越容易升溫 因為筆勒代表的是 就是 它多少的熱 就是熱量 可以讓它升溫 可以再清楚定義一下嗎 可以再清楚定義一下 來 筆勒你定義一下 筆勒什麼定義 就是 筆勒的膚質上升 一度C所需要的能量 OK 這樣清楚嗎 不要再講就是 因為有時候我們對那個數字 就會有時候需要數字 像我們講說 飽和度 你可以不需要講數字 就是它融到不能熱烈的時候 這是它飽和度 那我問你什麼叫做融解度呢 什麼叫融解度 它是有定義的 融解度是有定義的 我們如果講飽和度 我可以隨便講 因為飽和度 是一個定性的說法 定性跟定量是不一樣的概念 定性就是說 它只跟一個概念有關係 性質 那飽和度是一個定量的定義 那這樣定溫定量 對 定溫定量 一定是前提是 一大氣壓正常的25度C的情況之下 那融解度是什麼定義 一大會融解度 錯 那什麼一大會 100克 100克是什麼 水 然後呢 它能融多少 某物質 它可以融多少克的物質 我們就說 這個物質在水的融解度是多少 同意是嗎 前提是那100克 前提是那100克 同意嗎 記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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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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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隻 超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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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月1、8、0、5 超好 不清楚 不清楚起來跳一跳 你跳不停止跳 你跳不停止跳 只要有有有差 你跳20個跳動這樣就行了 真的 我跟你講喔 像無謂跟我講說 你趕快跳一跳 再就完蛋了 你跳一下 全部人嚇我 嚇我了 我會做這種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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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兇 你去跳 這樣 好 跳什麼 有什麼上 跳什麼笑 沒有人會看法 怎麼了 他說那 他跳一下我去笑他 我怎麼會跟這種事情笑他啊 開什麼玩笑 他不是玩大的 蛤 我不知道 我會做這種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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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時候去跳 就可能會地震 他跳來 這已經承認了 很大事實 對對對 所以 宜蘭 因為彼得低 凝土的關係 布里的關係 目前已經知道 我們大部分的 我們水的彼得算是很高的 大部分的物體都比水的彼得低很多 所以水的彼得是高的 所以陽光灑下來的時候 然後呢 從先撒在太平上 從先撒在宜蘭上 誰的物體會先撞高 宜蘭 宜蘭物體會先撞高 所以宜蘭的空氣密度會變 小 小 一樣空氣密度會變小之後呢 氣壓變低 氣壓變低 所以風從哪邊吹 海邊吹 然後海上吹過來 所以白面的時候通常吹海 好 OK 好 開休息 欸